为什么想到要带弟弟和妹妹出去玩 还要住在帐篷里 因为住在这棚里 多热闹 多快 然后我们开着一辆越野车 开着一辆越野车 然后去哪里 快告诉我 把你的计划告诉我 带着爸爸妈妈开个越野车 然后去哪里 去打沙漠 去 去按摩 去打沙漠 去打沙漠 开着越野车去大沙漠 然后在那搭一个帐篷 带着爸爸妈妈 还有弟弟妹妹一块住帐篷 对不对 哇 这是 这是C罗心中对长大最大的渴望 所以可见 C罗是一个内心充满冒险精神的孩子 长大对于他来讲 就是有责任带着一家人出去 跟他一块冒险 把这种冒险的快乐 分享给周围的人 Amy 你想当一个服装设计师 我让我妈妈穿着我画的漂亮的裙子 去跟我一起去春天捉蝴蝶 你觉得这个梦想大概到你几岁的时候能够实现 设想一下 估计十一 十二岁 十二岁 梦想就可以实现 好 还有六年 我们预祝你梦想成真 好 我也很荣幸 Amy说我也很荣幸 但是你情商也很高 你说什么 你情商也很高 你情商也很高 我一般是很难被你这么大的孩子一眼看穿的 但是既然你看穿了我也无话可说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我何止是情商高 她的眼神说你就吹吧 我没有那个意思 没有那个意思 我觉得你找到好帅呀 啊 呜 啊 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 孩子的眼睛是最干净的 他们看到的是这个世间的真相 信不信由你 昭得 把 institutions 为啥 帧 我 我